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2日 星期一 昨天我其中一節的節目就提及到 張智霖和袁詠怡那個在北京斬擊的哥哥上的婚禮的感覺 甚至乎我看到連我的老闆Tony 他都在Facebook說 多數在電視搞婚禮都是衰收場的 例如新馬仔 真橙 萬子娘貼樓 離婚等等 只不過他們會不會衰收場 都需要時間看 說真的 做人不能夠那麼刻心 但願他們就不會了 先說回他們的婚禮 這個被譽為殺手簡和袁詠怡舉辦婚禮 亦都成為了網上的熱話 有很多網民都說 哎呀 真的好浪漫呀 亦都搶走不少其他組的票數 當然他們贏了 但亦有網民批評張智霖請老婆袁詠怡做嘉賓 對沒有請嘉賓的人 就似乎 例如任賢齊組就有點不公平 認為他應該平等地作賽 而今天再有報導就說 連節目中其他參賽的哥哥都對張智霖 這個舉動有點不滿 其實在當晚的節目中 對嘉賓 任賢齊組 其實他們就輸了 當時台灣歌手阿信 他都苦笑 我們只是輸給婚禮 而吳建豪亦都在節目中說 拿這樣的舞台出來 你接下來要拿什麼呢 這些可能都是節目的效果 但另一對蘇有朋近日在社交網站為其中一個參賽者金漢宣傳新劇 看到對方留言說如果拍拖一定會匯報 蘇有朋看到這個留言就回覆 也找個節目辦婚禮 好像在暗寸張智霖借節目搞婚禮 一度引起網民的討論 不過蘇有朋好像都似乎怕再生事端 很快就delete了留言 說真的 由第一次看到這件事之後 我第一個感覺跟吳建豪的感覺都很相似 你下次還有什麼好玩 還有什麼符筆可以拿出來 你整個婚禮都擺到上台了 我覺得老土到尷尬的感覺就是從這裡來 跟昨天我的標題說 昨天講這段新聞的標題 為了人仔 可以去得很盡的 以上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提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